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我们这个白马湖泊,现在水快干了 就还剩下一点,这个坑里面还有一点水 然后也是有鱼的 现在呢,有几位大伯在那边撒网湖鱼 不知道今天鱼货怎么样了 我发现好像连续打了两三天的鱼了 应该剩不少了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他们在那边 那边有两个水坑 比较深一点 然后水也比较多一点 过去看一下他们的收获怎么样吧 现在我们这个湖泊最深的水位就是这两个地方了 现在他们在下面撒网 这个麻牙已经很大了 有五六斤的可以吃了 现在缺水了就有点麻烦了 等下我们看一下它撒几网 看一下有没有收获 搞到好多鱼 过来看一下是什么鱼 鱼 还有一些小鱼 看一下这网起来 种不种鱼 现在鱼 现在鱼少了大了 因为连续打了三四天的鱼了吧 然后就开始少了就还剩下一点了 现在鱼少了大的 刚才那边有两天的鱼 刚才那一网没有种 用鱼 哦,泥丘 泥丘 沙王还种了泥丘 这打鱼也就是一种鱼肉爱好嘛 不然这么小的水的话很少人过来的 但是他们也是非常喜欢沙王的 每年水要干他们都会来的 是隔壁村的 我们村就没有人过来沙王 不喜欢吧,我们村就比较喜欢钓鱼多一点 然后下一点沙 我们来看一下,加一下光 这边大伯来的久一点就比较多一点 应该有一两斤了嘛 全是鲫鱼还有罗飞 罗飞米 看着确实挺过瘾的 但是沙王我不熟 昨天他们说昨天来打的比较多一点 昨天应该要再多点来泼 昨天有很多人过来沙,昨天我没有时间 昨天一个人应该打了十多斤了吧 一往上来都是一斤多两斤的 白花花的一遍 昨天水到上面这里 水比较高一点点 今天水就下去应该下了这么多吧 这个湖泊水一下的话就非常的快了 好,现在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大伯 他应该收获比较多一点 看一下全是罗飞 大概也是两斤多左右 三个人的收获都是差不多的 刚刚大伯说又跑了一条有这么大的 没有进这个网袋 所以就跑了 再看一下他们能不能找到大的 在看几网 他能不能搞上大货 刚才是搞到了 就是没有进这个洒网袋 所以就跑出去了 还是有大雨的 所以他还说了 那么多一点 看了 他们三个人在这里撒 基本上每一网下去都种鱼 只是多少而已 最低的都有两三条 就是刚才碰到铝 应该有这么大的 然后就跑了 太快了 搞不到 现在那边还有一堂 那边有这个水压 然后他们就不过去了 因为那样子的话怕影响 再看杀鸡帮我们就回去 好了不看了 看着他们撒网确实挺过瘾的 他们连续应该撒了差不多三个钟了吧 然后等一下要休息一下了 看是看到大雨了 但是没有搞到 估计是下面的这些草 高一点嘛 然后网一下就压不到底 然后一收网 然后鱼就往下面穿 然后就搞不到 估计他们还要撒很久 就不看了 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